觀眾朋友 接下來的這件事情 我自己說的有點怕怕的 馬老師最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一直提醒大家 還不止一次的提醒 最害怕的事情要發生了 今天早上 台北發生規模3.1的地震 而且正央在北投 陽明山被震了一下 大豚火山要動了嗎 會不會驚動火山群 真的還蠻不尋常的 今天晚上 馬老師來到現場要告訴我們 連只在深海活動的怪魚 比最近像是發炉一樣 大爆發的線中在岸邊 馬老師 我們真的該緊張了嗎 台灣人是全世界最不容易緊張的 但今天台北市地震 震央居然在北投 規模3.1 最重要是那個深度 只有4.8公益 我跟大家講 這大豚火山我們真的要小心 為什麼要這樣講 第一個 大豚山 火山 距台北1.1只有15公里 好近喔 好近喔 第二個 它威脅到台北 大台北 對 將近700萬人口的安危 對 第三個 有兩座核電廠在它附近 對不對 好 那馬老師 大豚山 我們為什麼要小心 第一個 大豚山在2019年 被證明是火山 它是會噴發的 第二個 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火山之一 為什麼奇怪 它是圓柱形的 我跟大家講 全世界的火山都是扁平的 黃石公園最有名 大家看過 就是扁平的這樣噴了 我們居然是個圓柱的 像桶子一樣的 裡面裝的好深啊 這樣子是12公里 對 這樣子是8公里 對 一個12公里 一個8公里的一個柱子 所以它這樣噴就不得了了 所以政府也知道 現在我們在大豚山的觀測器 從2018年開始放 對 現在已經放140個 仔細地觀測它 你有任何動靜 我就要預警出來的 好 我剛剛講 台灣人其實是勇氣十足 比較不害怕的 日本人跟我們不一樣 日本嚇死了 尤其最近 日本嚇得 啪啪 日本為什麼最近特別啪 因為日本最近海洋上的生物 出現了異常行為 生物會有預知的能力 這個不用懷疑的 對 那這一些躁動 開始了嗎 因為 311大地震之前 有50隻海豚 在日本沙灘上死亡 對 科技家說 是因為311大地震 它的地要裂之前 對 會放出異常的電磁波 是 電磁波擾亂了 這個海豚的方向 方向跟電磁跟接應 它就迷失了 就上海灘死亡了 這個 當年理論一出來 嚇死了 第一個 福岡海灘 有上百隻的河豚屍體 各位看 上百隻 這是河豚 河豚應該是不是在 比較深的水裡面 也不是 也沒看過 你知道 日本史上在這個 福岡沙灘 有沒有海豚 河豚死 有 最多5隻 但是沒有這樣成群成片 這樣100隻從來 史上沒見過 還沒完 是不是只有福岡 錯 日本有4個地方 全部海豚都出現 河豚大量死亡 其中10川縣 你知道死多少隻 多少隻 500隻 這麼多 住在石川一個 90幾歲的漁民 他說我住在這邊 80多年了 一輩子都住在這裡 我沒看過 80多年我沒看過 可能從來沒有過 那有沒有專家去解讀 這樣的集體暴斃 什麼意思 專家說 因為海面極速降溫 導致他們筋疲力竟而死 這個是胡說八道 你打一個X啦 因為我問你 海面極度降軍事 只有今天才會有嗎 以前沒有過嗎 那為什麼以前從來沒有過 河豚在沙嵐上死亡機死亡 這是第一次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 好 還沒完 第二個 在星系 我剛剛講星系線 星系線 注意看 200多公尺 大量的沙丁魚這樣暴斃 你看到沒有 白色的鋪成一片 醜目驚心 這簡直是可怕 好 那為什麼 你看多可怕 在海裡面 這些沙丁魚 為什麼會突然死亡呢 好 那有專家說 可能是被海豚在後面追趕 要獵捕它 要獵捕它 那我就問你了 以前為什麼沒見過 是 為什麼這一次見過 好 除了這個之外 我問你 除了海豚之外 在海裡面吸收這種電磁波 最厲害的是誰 鯨魚 鯨魚 前一陣子最有名的 就大阪灣 一個15公尺長的抹箱鯨 是 出不去吧 出不去 進來 日本都在關注它 後來它死亡 日本很傷心 在日本正傷心的時候 居然又一個 13公尺的坐頭鯨 也很巨大 又跑進了東金灣 是 為什麼這些鯨魚 突然就跑到人類的灣裡面 而且我跟你講 雨田機場我們都常去對不對 是 雨田機場外面 旅客都看到 就有一個海獅在那邊曬太陽 哇 從來沒見過 這個又是離人群居的地方 很遙遠的生物 對 怎麼那麼靠近 我認為最可怕的一個訊號 Message 是 是這個 大王屋賊 大王屋賊上來死來殺他 這個就可怕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王屋賊 他都在深海 人類最深見的大王 是3100公尺的海 海裡面 對 那他是不上來的 大王屋賊 結果 為什麼大王屋賊會 出來 在撩曲線 然後會死亡 那我問你 在這麼深海 甚至光線到不了的 這麼深的地方 對 那裡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不曉得 日本人 嚇死了 這些新聞一個一個爆出來 日本人嚇死了 因為日本人被地震 嚇壞了 所以 這些事情 到底代表什麼 我們也不敢講 只是把現象告訴各位觀眾 好 你剛剛講深海 深海不只有可怕的 深海 還有美麗的 五彩繽紛的 但是在講深海之前 我要講一個 4000公尺之下 一個悲哀的船 夠深了吧 4000公尺 船怎麼會出現在這兒 鐵達尼 鐵達尼一號你看了沒有 鐵達尼看了呀 現在紀念25周年 現在新版的鐵達尼 這個經典又出來了 那在這同時配合電影的時候 把鐵達尼一號當年探刊的 這個影片 對 第一次曝光 第一次曝光 各位看 那當年找到鐵達尼一號是很意外 你知道是什麼 是 現在美國一個退休的中將 他當年進行一個絕密的海底任務 他任務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去找兩艘核潛艇 他要去找二戰的核潛艇 我告訴你 原來在鐵達尼的附近 居然有兩艘核潛艇 但他沒找到核潛艇 他找到鐵達尼一號 他最近在這新公布裡面裡面 有一句話我追毛骨熟完 他說了什麼 他說 第一個 我看到了很多鞋子 船艙裡面都是鞋子 哇 而且是很多小孩子跟女人的鞋子 我看完鞋子 我要告別的時候 我回頭想再看他一眼的時候 我覺得有人盯著我看 哇 凝結在這裡的時空 四千公尺的海底 哇 講了我毛骨熟 他真的 他講的 這個海軍中將 他說我回首的時候 我覺得船艙裡面 有人盯著我在看 好 那我們不要講這麼毛骨熟完 我們講一些無材 燦爛的 深海裡的繽紛 無海燦爛的 第一個 在越南 有一個漁夫 捕到黃金魚 什麼是黃金魚 他捕到一個黃金色的石頭魚 從來沒見過 石頭魚 大家一定要知道 是天下很毒的魚 各位他是毒魚 他身上有13根 巨毒 而且他毒很可怕 你知道嗎 他什麼毒 神經毒 對 他神經毒 他是世界上神經毒最強的魚 哇 這個越南漁民敢抓他 但是在漁民抓後 想在家裡面 他已經開架了 這種魚我不要養 六千三百塊台幣 就賣了 有人來買 就六千三博爾加 是 其實我還蠻想去買一個 黃金魚 黃金石頭魚 沒有人見過的 這是黃金石頭魚 好 那黃金石頭魚還好 我覺得還不算太美麗 要給大家看 一個非常非常美麗的 是有多繽紛的美麗 粉紅的烘魚 粉紅色的烘魚 各位看 粉紅色的烘魚 是 哇 這麼美麗 全世界獨一無二 這個粉紅色的烘魚 真的 你看他的肚子 粉紅色的 也一片 這個影片因為在海底拍的 是 不是很漂亮 對 你看他真正這個漂亮 整個是粉紅色的 是 全世界到現在為止看到的 烘魚粉紅色 就他 獨一無二 哇 看了幸福一生一世 簡直太美了 好 那這個是鬼浮轟 他在哪看到呢 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澳洲的大寶礁 大寶礁 澳洲大寶礁 那大寶礁 現在專家當然講了 是基因突變 是 基因突變看到 好 那我們先看海裡面的 海裡面有各種世界上 沒見過的生物對不對 對 我今天要跟大家看合理的 合理就獨一無 什麼意思 現在大陸貴州宣布 在河裡面找到一個 人類從來沒見過的怪魚 從來沒見過 世界新品種 他長得很怪嗎 世界新品種 你注意看 第一個他沒眼睛 他是盲魚 沒眼睛 第二個他也是五彩藩 最重要他是有角的 他長了一個 在這個前面 他有長一個角 看到沒有 那不就像獨角獸一樣 對 獨角獸 他有一個角 那你一定說馬老師 他如果沒有眼睛 看不到他怎麼樣活呢 他前面有四個 處虛 他用處虛 看到沒有 看到他處虛沒有 是 他用前面的處虛去碰 去感觸 那為什麼他會沒眼睛 為什麼人類 從來沒發現過他 才發覺他住在 暗黑的洞穴裡 很深很深的洞穴裡 最後我要給各位講 地獄來的冠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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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長得很醜 各位看美國德州 好 發現到這個魚 這是魚啊 這是魚 這看起來像蛇 這是怪魚 你知不知道 一隻湖水怪 後來才知道 這叫美國曼 這是蠻魚啊 你知道這多長 120公分 120公分 好巨大 我告訴你 人類啊 第一次找得這麼巨大的 人類找過 美國曼最長的 106.7公分 好 我再跟你講 各位他沒有塞 他靠什麼呼吸 他用皮膚呼吸 所以 今天 美國曼 也是一個 地獄來的怪客 邀請您 一起加入 57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 挖跟降 放眼中國的歷史 最傳奇色彩的一本著作 就是山海經了 裡面描述的包含了法術 詭異的神獸等等 都是真的嗎 我們今天給大家看到 書中描述的九頭神鳥 彷彿穿去變臉 最近被瘋傳 拍到了 還有 傳說中 鹿角 羊頭 牛蹄的天馬神獸 也相繼獻蹤 怎麼這麼奇怪 2022年結束之前 密集的看到這些 經裡面說的 都是真的嗎 毛老師今天好好 帶我們一探究竟 春江 水卵 鴨仙之 每次大地震的時候 動物都會有些異常的舉動 是 也就是說 動物對於冷卵 危險 地震都比人類知道的快 對 今年 尤其是最近 從來沒見過事情發生 神獸 就是動物裡面最高等級的 神獸 紛紛亮相 不容易看見的 都清朝而出了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但是大家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神獸 你平常看不到的 最近都出現了 好 我們來看看最新的 這湖北 湖北 湖北 它那個山林的 這個紅外線攝影機 照到了 天馬神獸 來 大家看這個 天馬神獸 天馬神獸 它的 學名叫中華列寧 但是呢 它真正 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名字 四不像 四不像就是它 對 它為什麼叫天馬神獸 因為風神榜裡面 江子牙就騎的是它 好 江子牙騎的是它 注意看 為什麼叫四不像 第一個 它是流蹄 流蹄 第二個 它是鹿角 第三個 它是羊面 第四個 注意看 驢子的耳朵 驢子的尾巴 還有一個 它是馬的 中毛 對 實際上是五不像 那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江子牙騎的那個中華神獸 是白色的 對 白色 但它不是白色的 我告訴你 四不像 居然亮相了 好 這是第一個 這是湖北 大家看 最近才出現的 除了這個之外 秦嶺找到六不像 四不像 五不像 還有六不像 六不像 更不像 好 大家看 秦嶺 注意看 這秦嶺的六不像 它本名叫林劉 但是它喜歡叫林劉 它又不是牛 它又不是林 它非牛是牛 非馬是馬 非驴是驴 非羊是羊 到底是什麼樣的動物呢 好 注意看 它是 牛嘴 牛嘴 馬面 羊腳 又是 驴兒 好特別的長相 注意喔 它也是提喔 是 好 我告訴各位 它就是 除了大象之外 西牛就是我見過最大的 它可以到一噸重 是 它身長兩米 高1.2米 好 它毛非常非常厚 因此 這個東西呢 只有四個國家有 中國大陸 是 布丹 尼泊 印度 高山中的高山才看得到他們啊 布丹 還把它列為 國獸 但布丹現在全國只有幾百隻了 所以你要見到 這個 山海經裡面的神獸 叫六不下 非常不容易 我回頭講一下 大家覺得馬老師 江澤牙怎麼會 把它當作做棋呢 它有什麼過人之處 我告訴你 它時速超過80公里 你不要看它 還沒有 它可以在岩石上面跑 跑動 而且它可以在山溪裡面跳躍 所以它是不得了的事情 好 我現在跟大家講 我真正最喜歡的 白袍 白袍 這是什麼動物呢 好 我跟大家講 白袍基本上是一種鹿 它屬於鹿種 但你看這白袍 白袍是非常非常稀罕的 白色的耶 白色 我跟大家講 白鹿是中國人吉祥的象徵 白袍是最高吉祥的象徵 是 它是一個突變出來的 我跟你講 這個白袍 在蒙古拍到的 你知道蒙古上一次 看到白袍什麼時候 多久前 1981年 很不容易看到它耶 1981年之後才看到白袍 我跟大家講的故事 各位看到岩喜公烈苗 岩喜公烈 慈禧的皇太后 過60歲受臣的時候 大家都想要送他什麼禮物 蒙古人就送了一隻白袍 給皇太后 神獸 60大獸 送上了神獸 我告訴你乾隆跟皇太后 高興得不得了 立即找一件事情 叫郎思琳來 叫郎思琳來 你看這白袍 對 你要把它畫下來 留作紀念 因此 這幅畫 珍貴萬千 各位看 這就是郎思琳畫的白袍 是 看到沒有 故宮裡面有這幅畫嗎 在台北故宮 這幅畫 是 在台北故宮 大家可以看得到 多南千 非常難見的蒙古的白袍 最近一定在LINE 有收到一個影片 太美了 是什麼 就是白鳳凰飛翔 好 大家看這個白鳳凰 其實在LINE上面已經瘋傳了 你知道 你看 多漂亮白鳳凰飛翔 仙境一般耶 哇 跟仙境一樣 你看到沒有 但是不可思議 而且還不只一隻 看到沒有 這種真是美如天仙 在這邊飛翔好幾隻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不叫 它真正不叫白鳳凰 它叫白鮮 白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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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外號就叫林中仙子 你看它像不像林中仙子一樣 你看看這一幕 對 我跟大家講 古代的詩人 藝術家最喜歡他 所以畫裡面 詩裡面好多都寫他 我跟你講最愛他的是什麼人 是誰 李白 李白愛白鮮 李白愛白鮮 他聽說有一個姓黃的農夫 家裡面有兩隻白鮮 是 他就去找他 稱呼他叫黃公 黃公 我用兩塊白玉壁 跟你換兩隻白鮮 你只要換給我 我從此就跟這兩隻白鮮作伴 就在山中做山野之人 好 那除了白鮮在黃 更要跟大家講 白鮮像不像鳳凰 白鳳凰 我告訴你 山海經裡面講最多的 就是鳳凰 就是鳳凰 去牧羊 就放羊吃草 突然間看到鳳凰 各位 他看到鳳凰 專家就說 其實這個叫做紅腹錦雞 各位觀眾 你聽到雞你就覺得味道差對不對 但是我跟大家講 它雖然叫紅腹錦雞 但它真正不是雞 它屬於鳥會飛 而且它是山海經裡面的鳳凰 就是用紅腹錦雞做原型的 紅腹錦雞 你看 你今天的故事都飄著濃濃的仙氣 我告訴你 除了仙氣 我們要跟大家講 不可思議的 還有不可思議的地方 那最近在Line上也有一個 不可思議的 山海經裡面有九頭鳥 有人說九頭鳥是九個頭 有人說其實是一個頭 但它可以變換九個頭 有沒有可能一個鳥一個頭變換九個頭 不可能 太逆科學了 大家看 來 導播看這個 這是不是紅頭 是 慢慢黑一頭 黑一頭 全黑 它一轉身 怎麼就換一個頭了 不是 它還有全黑全紅半黑半紅 點黑點紅 你看全黑 好 等到看全紅 哇 穿聚變臉 這還在變臉 穿聚變臉一樣 它怎麼辦到的 這個 你看全黑 是 等一下還會全紅 全紅現在還是半黑半紅 好 那這個一查叫做安奈蜂鳥 安奈蜂鳥 那我就懷疑它為什麼會全黑全紅 半黑半紅 好 專家講說是因為陽光照射在羽毛上面 是 它才會全黑全紅 但是我實在是很懷疑 陽光的變化可以全黑全紅嗎 可以折射到這個程度 對 這簡直是 你看看來了 來來來 其實大家沒有看到它全紅的時候好漂亮 你知道嗎 這個 所以這簡直不可思議 跟穿聚的變臉一樣 但這種奇蹟又讓我們看到了 好 我問大家 《山海經》裡面 最玄秘最神奇的是什麼 人魚 美人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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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山海經》裡面說 在這個遙遠的海裡面 有一個國家 這國家是人魚 建立的國家 那究竟有沒有人魚呢 我告訴各位 最清楚當時在以色列傳出來這個影片 以色列被震驚全世界 這是個遊客 拍那個岩石上 有個人魚 啪一下跳下去 我有看到它的背 還有它的下半身的旗 沒有 其實因為我們結的比較短 這很長 它就一直待在這裡 在這裡 那個小黑影 後來 後來那個遊客一直叫它 對 它被驚擾了 驚擾它就 啪一下往前 遊 就跳下去了 看到沒有 這個影片 就震驚了全世界 從來不相信 有鬼是這 以色列政府 你知道做什麼事情 懸賞一百萬美金 它竟然站起來了 對 要找這隻人魚 懸賞一百萬美金 去找這隻人魚 因為這在以色列 你知道嗎 好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找到沒有 它這樣花一百萬美金 就開始 有人就出來承認了 就是 星球頻道 它為了做宣傳做效果 這個人魚是它假扮的 假的 假的 對 那大家說馬老師 假的 全世界最接近真正的人魚 在日本的圓珠院 圓珠院有一個人魚的木乃儀 就這個 大家看 這木乃儀 第一個 人的頭 人的身體 魚的尾巴 好 那它在圓珠院多少年 超過三百年 有木乃儀假不了了 三百年 而且還沒完 圓珠院這三百年 木乃儀他們聖物 他為了證明世界上有人魚 他把它拿去大學 說你給我做徹底的檢驗 全日本全世界都在看 這個大學做人 你看 用電腦斷層 是 電腦斷層一看 撒住了 確實 是類似 人類的身體 魚的身體 最後要證明它是什麼地方的人 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DNA 本來三百年 木乃儀是搞不到DNA的 但想盡辦法 在他身上 居然弄下了DNA來做比對 這一比對 結果咧 笑死了 這一比對 上半身是猴子的DNA 下半身是鮭魚的DNA 對 好 那你怎麼會是 加工過的人魚嗎 原來它是 精密的外科手術 是 把猴子的上半身 跟一隻大鮭魚的下半身 是 用精密的手術把它結合 對 變成三百年 木乃儀之後 它已經整個結合在一起了 好 第二個 那它頭髮怎麼回事 頭髮高生成是 人類的頭髮呢 直上去了 哇 花了這麼多的精神 到底是有多想見到人魚啊 但是 我問觀眾一個問題了 就算在三百 現在證明它確實有三百多歲 三百年前的技術 三百年前的技術 怎麼可以把一個猴子的屍體 跟一個鮭魚的屍體 結合在一起 讓科學家看不出來 還沒完 不會腐爛掉 哇 三百多年 你看 不可思議 鮭魚一下就爛掉了 那猴子 你到哪去找猴子啊 這裡面 雖然科學 只能證明前半段有人魚 後半段自我否定 但其中 還充滿了一大堆 咦 再來我請潘老師 帶我們來看到 除了它變成打攤 打到這個娃娃魚之外 剛剛說它非常凶殘 幾乎都沒有天敵的地步 你看它那個結構 嘴巴好大 對 沒錯 娃娃魚其實 它大的可以打到一兩公尺大 而且你看它頭這麼大 它嘴巴就是這麼大 因為它是口裂 它整個嘴巴 這個關節裂到邊邊 整個嘴巴會這樣打得非常的開 對 所以非常可怕 那可是大家其實會很好奇 欸 娃娃魚這種東西 怎麼橫空出世 它怎麼會突然有這種 很特殊的物種呢 可是大家知道嗎 據說沒想到 在這個中國的典籍當中 可能早就有描述了耶 它老早已經在 古老典籍當中 沒有錯 他們說這個山海經 甚至儲詞當中 都有提到娃娃魚 那而且還留下一些畫像 那也就是說 它有腳有手 然後呢 人面餘身 感覺非常的可怕 那可是大家還是會很好奇 那你說這個東西 它到底是什麼 那但是這麼久以前 幾千年前 我們也不可考 可是很多人就認為說 其實它講的東西 不是空穴來風 它可能講的就是娃娃魚 那但是呢 我們講到 這個畢竟是在這個 中國大陸那一邊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們北方的國家 日本 日本其實也有他們古典 傳送下來的這個怪獸 日本也有娃娃魚 對 他們不是白鬼夜行嗎 然後有這個妖怪很多對不對 其實有一種妖怪 現在被擬人畫得很可愛 就是核童 對不對 有核童軍很可愛 可是具象你知道嗎 其實在他們過去的這個傳說當中 核童其實是會抓小朋友 跟抓婦女朋友的妖怪 而且說到核童這樣的傳說中的妖怪 最大的特徵就是它有樸 對 沒有錯 它兩隻是有樸的 手這個地方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其實不是只有處辭友而已 在日本的話 他們對核童的描述 其實還活靈活現的 他說它是什麼 鳥嘴巴 然後這個青蛙腿 猴子身體背烏龜殼 那你這個東西怎麼講得這麼精準 它到底是不是真實存在 有沒有看到 對 那他們就有人說 它可能是來自傳說 以前在蓋神社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戀人柱啊 扎草人啊 裡面塞這個符咒 它就幻化成人形 但是其實外國 就有這個科學頻道 他很好奇 就說你日本的這個核童傳說 到底是空穴來風 還是起來有字呢 結果沒想到他們竟然 調查半天得到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 這個很多的媽媽 都會告誡小朋友 沒事不要靠近河邊 因為會有核童把你拖走 他們發現真的會有小朋友 玩一玩 突然整個人 被拉進水裡就不見了 這樣子講起來 如果那個傳說中的核童 就是我們今天晚討論的 娃娃魚的話 我跟你說 有可憐啊 沒有錯 它180公分 它有鋪 它拖走小朋友 問題就來了 所以其實他們認為 對 就是娃娃魚 因為娃娃魚嘴巴很大 它在下面游的時候 看到小朋友的腳 咬住拖走 那不就完全是核童嗎 可是大家就會想說 這個真的還假的 日本竟然說 他們有一個200年前 剛好1818年的時候 留下來的核童的木乃衣 那這個大家就會覺得很好奇 長什麼樣子 這個白鬼夜型的妖怪 竟然會有這個木乃衣 怎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他們其實就發現 這個東西的話 它其實有手 然後又有腳 這就是蒲蛙 對 沒有錯 你如果配合上他們的 這個妖怪的一些圖童當中 把它畫的真的就像人一樣 可是沒想到200年前 它其實是有留下來這個化石 那這個化石一個8公分長 一個15公分長 因為它乾了以後 就變得縮的這樣子 小小隻的而已 可是大家就還是很好奇 那這個東西的話 它到底是什麼 它到底是怎麼來的 它真的是娃娃魚嗎 但是再說回來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到 它的名字這麼可愛 它叫娃娃魚 它的叫聲這麼樣吸引我們 要去照顧它 去保護它 沒想到它竟然是會 吃小孩子的妖怪 這個講到這邊 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現在講到了娃娃魚 在日本 在大陸 對 台灣離得老遠 對 那大家想說 我們台灣是個島 我們跟他們沒有連在一起 可是這個物種 他們其實厲害在哪裡 厲害在於我們剛剛不是說 娃娃魚可以到一兩公尺 對不對 台灣有那個10 20公分的 迷你版的 可愛版的 真的是可愛版的 不會吃人也不會吃 不會吃人也不會吃 傷害婦女朋友的 那那個的話 當然我們就不叫娃娃魚 我們就不把它叫做大泥 在我們這邊的話 它其實就叫做山蕉魚 是 對 叫山蕉魚 那其實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這個兩生類 它其實是無尾目 就是變成青蛙蠶豬以後 沒有尾巴 但是這一類連同 我們剛剛講的大泥 它是屬於有尾目 它就是有尾巴的 大家幫忙來看 你看這一隻到底是什麼 是從 這個從台中 一座公園清出來 這個看起來像憋 可是它到底是什麼 它不是憋 它也不是我們一般 想像中的動物 它其實是二級的 保護育類的動物 叫做圓 這個圓就像你知道嗎 它其實是古代神獸 是在過去的話 在神話故事 或是在很多古籍裡面 才會看到這個 結果沒想像 它居然降臨到台中 為什麼會有這隻 圓到台中來 主要是因為 台中的風樂公園 它裡面有一個水池 水池 盡情要進行一個 清淤的動作 清淤的過程中間 突然發現到一隻 就是這樣的動物 牠長是大概90公分 重達37公斤 大家一開始的時候 也不知道牠是什麼東西 後來是經過這個 相關人士來說 終於確定說 這一隻不是憋 牠是一個 二級類保育動物叫做圓 圓其實叫做什麼動物 我們仔細去查 牠如果我們用 就個學名上的話 俗稱的叫做沙鱉 或是藍團魚 牠是鱉科的動物 牠體型 牠是生長在亞洲的 東南亞的地區 因為牠是肉食性的動物 所以前一陣子 這個風樂公園 有出現那種小鴨 突然不見的狀況 就有人懷疑說 會不會是牠 把這些附近的小鴨 給吃掉了 你說牠是在星遊記裡面 就已經提過了這個神獸 這個神獸看起來 牠應該是 牠是吉祥的嗎 還是一種代表胸向的 對 如果以 中國大陸的古籍裡面來說的話 牠其實在神話中間的話 是龍跟鳖的孩子 叫做圓 牠是一個所謂吉祥之兆 你知道這個巨猿 牠曾經還救過朱元璋 是嗎 為什麼這樣說 事實上我們知道 朱元璋跟陳友諒 曾經打過一個非常有名的 柏陽湖的海戰 兩個一起開始打的時候 其實朱元璋曾經在處於劣勢 被陳友諒在後面追殺 眼看了朱元璋 就要被陳友諒剿滅的時候 突然之間 水面上出現了一個大大的巨猿 巨猿就出現 他出現的是擋在陳友諒 跟朱元璋中間 也是擋住了陳友諒 要追殺朱元璋的路上 結果擋住的話 陳友諒鋼場面臨說 趕快把這個巨猿給我弄走 他弄走了 弄不掉怎麼辦 一直弄這個人去那邊 給他督他或是炮去打他 他就是不走 結果怎麼辦 好 我不要對付這個巨猿了 我對付這個朱元璋總可以吧 於是他就發射當時的火藥 就打過去 就沒想要打過去 好死不死去 就正中朱元璋的這個座船 就打到那個座船的時候 眼看了 要燒起來了 朱元璋就要沉沒在這個柏陽湖底 陳友諒就說 我終於要消滅了這個朱元璋 結果沒想要在這個時候 那一隻巨猿突然之間 又從水裡面出來之後 把這個朱元璋載到這個湖邊 讓他順利的這個脫困 因為他救了他一命之後 後來朱元璋整軍國武 後來就反攻打敗了這個陳友諒 所以朱元璋後來就說 要是沒有這隻巨猿的話 我搞不好就葬身在這個 柏陽湖的這個海底 所以他決定怎麼樣 他就把這個地方 就封封他為這個原將軍 他如果你在目前到這個柏陽湖 這邊有一個這個原將軍廟 他裡面有一個這樣 加封顯印原將軍 這個就是朱元璋親自提的 而且你就知道 這顆巨石的話 到目前為止 你在柏陽湖的這個老爺廟 都可以看到這個巨石 水利專家才剛剛點名 三峽大壩會是長江流域 乾旱 洪災 強震背後的元凶 這幾天居然出現這樣的異象 橫躺在斷流長江的古道 牌穴在降面幾百隻的老鷹 很多人擔心 這會是在預告下一場災難嗎 俊大哥還有觀眾朋友 地震發生之後 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救援 黃金72小時 黃金72小時就是 急如新火 救人如救火 一方有難八方持援 但八方要來先做核酸 而且他跟各省市通訊就是說 沒有叫你來 你不用來 來你還要做核酸 集體的移動對防疫不利 所以請不要來 強震救援步步盡興 但是接下來偉漢給我們來看看 這幾段畫面 我們忍不住在想 他在預告 下一場災難 讓我們擔心的事情要發生嗎 好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東西 我們救世論事好好跟大家說 你不要害怕 可是你一定要參考 先看是什麼 先看這個叫做千隻的蝙蝠 它在幹嘛 那個黑色點點都是蝙蝠 這麼多我是沒看過 就在地震之前 四川大地震之前 居然前兩天有人拍到 大量的上千隻的蝙蝠 在低空飛行 他們預知到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動物的可能 特別是蝙蝠 它可能知道的比我們更多 我們曾經也聽過 比如說火燒雲 或是麻雀低飛 或是蜻蜓很多很多的時候 可能要下大雨 或者是有大地震 這個你要特別注意 但有沒有每一次準 當然不一定 可是這一次的四川大地震之前 再看一次 是有千隻蝙蝠飛來飛去的 那統領 俊尚哥 在長江 長江上空 南京這一段 最近看到有 好幾百隻的老鷹在盤旋 老鷹來盤旋 有沒有 你看過這麼多 這兩個我都沒看過 觀眾朋友 真的都沒看過 一次上百隻的老鷹盤旋 一次上千隻的蝙蝠在四川 那現在這是哪裡 這在南京的長江的地方 所以大家也會想說 長江這兩天 南京這兩天 大家要注意 當然我們是希望都沒有事情 這個事情會大家來講說 所謂的天有異象 有時候也是人為之的 你如果把這個 老天爺給你的山 海 河 都給它改變了以後 可能破壞風水 或者改變的地貌跟地霧之後 就會帶來一些不預期的災害 俊尚哥 你看 這個是長江 因為現在可以看出來 今年特別的熱 所以水都不夠了對不對 來 你看一下這個長江的 湘辛小道出現了 我先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在長江 武漢區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在這個長江的江興石板路 它原本是在冬天 大概一 二月的時候會出現 可是現在是八月 九月對不對 居然已經有人 穿在泳褲袍那邊游泳了 其實是相對危險的 你不知道隨時水要來 有沒有 你看這個江興路 它為什麼會出現呢 表示它水未低 以往從來沒有這樣的 冬天一 二月的時候 可能水未低 可是現在是八月 九月的時候 所以這個未為奇觀 就表示說現在出現的異象 好 我們一路聽下來 這一邊告訴我們現在是缺水 焊象 這一邊聽有印象 在預告什麼呢 這一邊的強陣 互為交互引力牽扯的因跟果 大家 昨天如果有看報新聞 我們為大家引述了水利專家 直指背後的元凶 是那一座世界級 美國的海底火山爆炸衝出火山灰 整個浩劫 難題現在才開始 兩座火山灰覆蓋的死急島嶼 有人在嗎 難道又是印度神童的恐怖預言應驗了 而整個美洲現在正陷入了 正負四十度的冰火五重天 百萬甲蟲鋪天蓋地 彷彿聖經災難真實上演 到底怎麼了 我根據向報告一件事情 現在有更新的衛星照片出來 你會發現整個東迦王國 呈現一片死急 這也證明當時很多外媒的記者說 東迦王國激進被火山灰給滅國 真的是可以說是 現在一片斷源殘壁 來 畫面當中左邊的你看 你會很明顯知道 東迦王國之前的首都 也就是我們說的努瓜樓發 它一片綠地盎然 畢竟是首都 所以有很多的建設 很多的道路 很多的綠地 但是右邊你現在看是 這不是說我把它調成灰白照片 不是 就是因為現在火山灰覆蓋 所以造成它整個灰茫茫的一片 整個國家目前是進入緊急狀態 因為火山灰會阻撓通訊 再加上火山灰導致他們現在的 飲用水不能用 電力也中斷 現在就是大家可能現在 都一直在尋找失蹤的罹難者 還有就是罹難的家屬 他們也在處理他們的這些後事 結果就發生了幾個感人的故事 但是畫面當中這一位 我們就曉得 之前不是傳出說 英國有一位女子 就是畫面當中你看到的 她叫葛洛福 50多歲 因為她一直都是定居在 南太平洋的島國 其中她有在東家王國 成立一個叫動物福利協會 也就是說她非常愛動物 你看她畫面當中 跟很多的這些狗狗 或者她的朋友 她的員工 都跟這些一起在這邊拍照 她的行為 讓大家覺得愛心暖暖 可是之前傳出什麼 就是在火山爆發的那一瞬間 東家王國幾乎激進滅倒的 那一瞬間 她為了救狗狗 結果傳出她失蹤 傳出她可能有死亡的消息 現在很不幸的已經被證實 她和她的兩個員工 以及幾隻狗 全部都被海嘯給衝走了 大自然的這個力量 聽起來很恐怖 而且南太對不對 東家王國在南太 然後這是正央的中心 一炸開來 那個火山會衝出來落下來 海嘯居然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的這個國家 鄉太浩劫 我們現在看到了 對 我們想講的這個國家 就是南美洲的秘魯 因為之前秘魯在這個 我們講的海底火山爆發的 那一瞬間 他們的周邊海灘也出現了 有海浪倒灌 就海水倒灌的 這樣一個海浪衝上海灘的情況 結果那時候秘魯政府不是還說什麼 這個並不是很嚴重 所以並沒有發布海嘯警報 好啦 現在嚴重的來了 這就是你秘魯政府輕忽的後果 叫石油外泄油 這裡怎麼了 我跟大家報告原因 因為當時這個 掉以輕心的秘魯政府 認為海嘯警報不重要的秘魯政府 結果他們有一艘秘魯的郵輪 當時剛好在他們的外海 正在泄油 沒想到在泄油的過程 還記得我跟觀眾朋友報告過 南美洲國家二瓜多那時候有漁船 拍到他們的船 就像海盜船一樣在漲來盪去 你就知道遠在數千公里之外的 竟然影響也如此之巨 那何況是泄油的郵輪 你絕對不能有任何失去平衡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結果蹦一下 那油就外泄了 你現在看到你會發現 那些油外泄之後 造成它整個海岸線 長達三公里的環境污染 你怎麼上後 東柏你今天講到了整個東家王國 越來越清楚的視角之後 郭伯友我們實在不願意這麼說 但是腦筋動得快的網友 一看到他們立刻想到了 這個印度神童的恐怖預言 2022 4月之前會有密集的天災發生 現在才1月 是 結果很不幸的 竟然提前被他給命中了嗎 好 我們打個問號 來 最近地殼真的很不穩定 除了東家的海底火山爆發之外 我帶他在鏡頭帶到青海去看 你知道青海在1月8號的時候 發生了地震規模6.6的強震 外面當中你看到了 這是怎麼回事 一群牦牛 一群牦牛突然 本來他們是趴在地上 可能在休息 可能在睡覺 結果突然就整個全部 有沒有 動作一致 全部一起抬頭 然後就拔腿往左邊狂奔 而且你看他們的動作 幾乎是 可以說是所有的這些 我們常常講動物具有預警的能力 這些牦牛幾乎是所有有沒有 都是行動一致的 一起抬頭 一起拔腿狂奔 其實這個就是搖晃的瞬間 你知道他們本來是睡覺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公布答案 原來就是我剛說的青海大震 他的地震規模6.6 在發生的那一瞬間 他立刻跑 好 那我現在把鏡頭 帶到青海的一個某市區去 你會看到很多人也是拔腿狂奔 但顯然我坦白說 有沒有發現人的動作就是比 牦牛慢了些 好 感覺有一點點就是 人都是在搖了之後才覺得要跑 牦牛則是還沒搖 他就先跑了 好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 青海的大地震 為何我特別要拿出來講 1月8號 不覺得跟最近日子很接近嗎 你有沒有覺得 最近地殼真的很不穩定 很密集 地牛在翻身 還有我帶大家看 他在地震之前有怪像發生 有什麼怪像 就在地震的前一秒 來 這是他們青海當地的民眾 拍到的 你看看那個有沒有 1月8號星期六 1點45分 就在地震發生的前一秒 天空突然出現一道巨大的閃光 左上方 注意左上方 對 注意左上方 來 砰 好 我告訴你 這是監視器畫面拍到 很明顯一看就是監視器拍的 那是什麼光 我告訴你 被調出這個畫面之後 很多當地的民眾 就覺得恐慌與震撼 為什麼呢 他們說這叫地震光 當然我們現在這個有關於 他們的一些所謂的科學理論 由科學家去說明 但是就民眾的立場來講 他說怎麼那麼巧 地震發生之前的前一秒 天空突然出現閃光 然後一秒之後你就地震了 這個巧合也出現在 當初中國大陸的唐山大地震 那一次也有 也有 那問題是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1976年的事情 那你現在這個2022年 怎麼也發生這樣的事情 難道地震光之後 真的都會出現強震 而且這個規模 可能都會像之前 歷史上所告訴我們的 也許還會有後續呢 還是怎麼樣 這個他們當地的民眾 現在都小心翼翼的 在看待這個地震光 騷動跟破 接下來的這件事情 我自己說得有點怕怕的 馬老師最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一直提醒大家 還不只一次的提醒 最害怕的事情要發生了嗎 今天早上 台北發生規模3.1的地震 而且震央在北投 陽明山被震了一下 大屯火山要動了嗎 會不會驚動火山群 真的還蠻不尋常的 今天晚上 馬老師來到現場要告訴我們 連只在深海活動的怪魚 最近像是發炉一樣 大爆發的線中在岸邊 馬老師 我們真的該緊張了嗎 台灣人是全世界最不容易緊張的 但今天 台北市地震 震央居然在北投 規模3.1 最重要是那個深度 只有4.8公里 我跟大家講 這大屯火山 我們真的要小心小心小心 為什麼要這樣講 第一個 大屯山火山 距台北101只有15公里 好近喔 第二個 它威脅到台北 大台北 對 將近700萬人口的安危 對 第三個 有兩座核電廠在它附近 對不對 好 那馬老師 大屯山我們為什麼要小心 第一個 大屯山在2019年被證明是火山 它是會噴發的 第二個 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火山之一 為什麼奇怪 最奇怪 它是圓柱型的 我跟大家講 全世界的火山都是扁平的 黃石公園最有名 大家看過 就是扁平的這樣噴了 我們居然是個圓柱的 像桶子一樣的 裡面裝的好深啊 好深 這樣子是12公里 對 這樣子是8公里 對 一個12公里 一個8公里的一個柱子 所以它這樣噴就不得了了 所以政府也知道 現在我們在大屯山的觀測器 從2018年開始放 對 現在已經放140個 仔細地觀測它 你有任何動靜 我就要預警出來的 好 我剛剛講 台灣人其實是勇氣十足 比較不害怕 日本人跟我們不一樣 日本嚇死了 尤其最近 日本嚇得 日本為什麼最近特別嚇 因為日本最近海洋上的生物 出現了異常行為 生物會有預知的能力 這個不用懷疑的 那這一些躁動開始了嗎 因為311大地震之前 有50隻海豚在日本沙灘上死亡 對科技家說是因為311大地震 它的地要裂之前 會放出異常的電磁波 是 電磁波擾亂了這個海豚的方向 方向跟電磁跟接應 它就迷失了 就上海灘死亡了 這個當年理論一出來 嚇死了 第一個 福岡海灘有上百隻的河豚屍體 哇 各位看 上百隻這河豚 河豚應該是不是在比較深的水裡面 也不是 也沒看過 你知道日本史上在這個福岡山 有沒有河豚屍 有 最多5隻 但是沒有這樣成群成片 這樣100隻從來史上沒見過 還沒完 是不是只有福岡 錯 不過日本有4個地方 全部海灘都出現河豚大量死亡 其中石川縣你知道死多少隻 多少隻 500隻 這麼多 住在石川一個90幾歲漁民 他說我住在這邊80多年了 一輩子都住在這裡 我沒看過 80多年我沒看過 可能從來沒有過 那有沒有專家去解讀這樣的集體暴斃 什麼意思 專家說 因為海面極速降溫 導致他們筋疲力竟而死 這個是胡說八道 你打一個叉啦 因為我問你 海面極度降溫是只有今天才會有嗎 以前沒有過嗎 那為什麼以前從來沒有過 河豚在沙丹上死亡機死亡 這是第一次 這是第一次 第一次 好 還沒完 第二個 在星系 我剛剛講星系線 星系線 注意看 200多公尺 大量的沙丁魚這樣暴斃 你看到沒有 白色的鋪成一片 臭目驚心啊 這簡直是可怕呀 好 那為什麼 你看多可怕 在海裡面 這些沙丁魚為什麼會突然死亡呢 好 那有專家說 可能是被海豚在後面追趕 要獵捕它 要獵捕它 那我就問你了 以前為什麼沒見過 為什麼這一次見過 好 除了這個之外 我問你 除了海豚之外 在海裡面吸收這種電磁波 最厲害的是誰 鯨魚 鯨魚 前一陣子最有名的 就大阪灣 一個15公尺長的抹箱鯨 出不去吧 出不去 進來 日本都在關注它 後來它死亡 日本很傷心 在日本正傷心的時候 居然又一個 13公尺的坐頭鯨 也很巨大 又跑進了東京灣 為什麼這些鯨魚 突然就跑到人類的灣裡面 而且我跟你講 雨田機場 我們都常去對不對 是 雨田機場外面 旅客都看到 就有一個海獅在那邊曬太陽 從來沒見過 這個又是離人群居的地方 很遙遠的生物 對 怎麼那麼靠近 我認為最可怕的一個訊號 Message 是 是這個 大王屋賊 大王屋賊上來死來沙灘 這個就可怕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王屋賊 他都在深海 人類最深見的大王 在3100公尺的海裡面 對 那他是不上來的 大王屋賊 結果 為什麼大王屋賊會出來 在撩曲線 然後會死亡 那我問你 在這麼深海 甚至光線到不了的 這麼深的地方 對 那裡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不曉得 日本人嚇死了 這些新聞一個一個爆出來 日本人嚇死了 因為日本人被地震 嚇壞了 所以 這些事情 到底代表什麼 我們也不敢講 只是把現象告訴各位 土耳其江鎮大家都在討論天后意象 古書上的六個徵兆 一個個來看 井水如墨 遲早沸騰 海水翻角 黑夜會有鬼光 不是拍到了嗎 昨天我們看到了土耳其的這個藍光 正是黑夜出來的詭異光線 動物會躁動不安 除了昨天看到烏烏鴉鴉的鳥群在慢飛 今天居然出現了 那些鳥飛到哪裡去了 居然通通集中在這棵樹上 掛了一串一串的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魔力 居然把它們都黏在樹上 社長要來告訴我們 史上的最大謎團還不是這一些 居然那一年的長陣 沒收了一個王朝啊 對 今天想我們講 人類世界最可怕的天災就是地震 因為地震瞬間來襲 毀天滅地 那很依然是我們現在的科技 還沒辦法精準預測地震 到底什麼時候會發生 中國在4000年前其實有一個王朝 它有一個地方 它是被毀天滅地整個毀滅掉了 蒼天無寢 人間有愛 這個在哪裡 在青海 青海在4000年前曾經有一次大震 在大震這個地方叫喇家村 這個喇家 喇家村 這個喇家這個地方 它現在有刻一個石雕 這個石雕你看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房子倒塌的一個意象 山上的土石像大雨傾瀉而下 它整個地方都毀滅了 毀滅了 它蓋在那個很厚的 像那個東 我們講說龐貝谷城一樣 龐貝谷城是火山會蓋住 它是那個土石流 泥流 山上的土石整個蓋下來 包括那房屋倒塌的蓋下來 一層又一層 那裡面在喇家遺址 我們講說人間有愛 地震的時候我們看土耳其這次也是一樣 大家去真相要強救 其實在喇家遺址裡面 有一個挖出來的遺址 在一個房間裡面 這個房間你看 這個人都已經化成骷顱頭了 骷顱了 這個是一個母親 這個母親 仰頭仰著看天空 是 仰望天空 手裡面抱著一個強寶中的嬰孩 嬰孩 你看那個多恐怖 那個我們講說瞬間 瞬間來起的這種地震 你沒有辦法預防 他抱著那個孩子可能是在餵奶 也可能是抱在懷裡 結果看到聽到地震 大震的時候房屋開始倒塌 他仰頭望天空 來不及逃 連坐起來都沒辦法 連抱著小孩子逃都沒有 地震的恐怖就在這裡 所以喇家遺址出現以後 才發覺原來中國四千年 曾經有一個這麼高度文明 但其實我們講說真的無法預測嗎 現在科學界包括聯合國的 這個所謂天文祖師 曾經封給大概公元132年 大概1900年前的一個 東漢時期的一個科學家叫張衡 封給他叫什麼 我們知道夜球後面有一個叫環形山 用水平名叫張衡環形山 那天體裡面有一個星球 叫1802號小行星 1802號小行星叫張衡小行星 等於聯合國天文單位去認證 東漢時期的一個科學家 用他的一些科技來肯定他的科技 那我們講說好 張衡到底有多厲害 而且他跟地震有什麼關係 對 張衡我們知道他發明的 我們以前讀書都讀過叫 《猴峰地洞儀》一個混天儀 這個地洞儀就是預測地震用的地洞儀 地洞儀在中國歷朝歷代的史書裡面 有許多記載 尤其是離他比較近的後患書 范葉寫的後患書 裡面記載的時候這個地洞儀 它是一個像這個 像我們現在啤酒桶的一個造型 啤酒桶 它裡面分割成八個單位 這邊有一根 中間有一根柱子 你看中間這邊有一根 中間這邊裡面有一根柱子有沒有 這根柱子 這個柱子它有一個機關 它會牽動它外面有八條龍 這個八條龍剛好八個方位 東 西 南 北 西 北 東 北 東 南 西 南 它八個方位 它這個地方龍可是開的 裡面其實它懸著一顆豬 銅豬 銅豬正下方八個地方 有八隻殘儲 這個是殘儲 殘儲 嘴巴張開 然後它可以預測說地震來的時候 它這個龍會吐出來 把這個銅豬吐出來 吐在這個殘儲的嘴巴裡面 會碰撞 會有聲音咔啦咔啦響 然後你就知道 是哪一個方位吐出來 是這一隻吐出來 那是在西北方 這一隻吐出來是在東南方 這麼玄啊 你要知道地球科學 橫波 重波 預測 所謂的地震的前置時間 我們都說人類其實極其有限 結果1900年前的張痕這個地動儀 它就可以預測地震 對 那我們也會問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是最重要的 其實現在中國很多科學界 跟考古學家 去模擬以前史書記載的這個 這個所謂地動儀 因為這個地動儀在唐草 有的時候在唐草 有的時候甚至在魏晉南北朝 永家之亂的時候 就已經毀滅掉了 就沒了 沒了 後來沒有人可以做得出來 那中國最近其實很多科學家 考古學家 一直想複製這樣一個東西 那為什麼史書記載一個非常清楚 張痕發明這個地動儀 是公元132年 他當時當太史令 在公元134年的12月13號 當天很清楚在哪裡 在他的西北方 他這個地動儀放在洛陽 在洛陽的西北方 甘肅我們以前叫隆溪 隆溪一帶 發生地震 地震的時候 當時西北方這一條龍 突出一顆銅竹 就掉在這個殘杵嘴巴裡面 這麼準啊 對 當時的 當時太史令底下很多那個 包括王公大臣 包括他裡面的人 都不太相信 真的嗎 沒有任何消息說有地震 後來幾天以後 快馬來報報到長安 說甘肅這邊隆溪發生大震 趕快救災啊 所以他記得很清楚 是130人 等於發明兩年以後 碰到地震 他清楚遺設出來了 所以他用上了 他也證實他管用 不過社長剛剛提到了 當時的這個發明 我們知其然 不知所以然 後面居然失傳了 對 很可惜 所以現在大家 包括聯合國很多專家 他們每天在想說 到底這個裡面 到底有什麼機關 他如何去這麼感應 這麼遠的一個地方 的一個地震 對 有的人講說他中間 這一根柱子是咸空的 咸空的感應會比較瓶擰 有時候布 他應該是浮在水上面 浮在水上面 剛才講說很多衣像 水裡面的動物感知更快 深海地震一樣 他比照這個原理去做出來 但莫衷一試 到現在 事實上還沒有人可以複製成功 但他確實在史書記載裡面 曾經存在 今天真是熱到霸王 我們今天一開始要告訴大家 當心極端天氣 極端變溫 今天晚上開始 全台要變天 35度高溫 驟降13度 各個人防 致災大雨 暴雨難防 連高手都無奈 我們看到了攀岩教練 跟西匠好手 齊聚在這個屏東的飛龍瀑布 截至目前為止 被沖走的五個人 兩死三失蹤 山區的152毫米的暴雨 溪水一漲上來 誰都防不了 不只台灣 歐亞的暴雨 美洲火山開始蠢動了 積雪加上了岩漿 匯聚成超完美的災難 世紀滅村的惡夢 如影隨形 最近台灣特別流行塑溪 但塑溪很多地方是簡單塑溪 那是小事 但很多超級美景的地方 那個塑溪可是一味難求 但沒有想到 屏東霧台的飛龍瀑布 居然一口氣下了暴雨完之後 導致五個人的一個失聯 但好多教官說 天啊 這種事情不要說一般人啊 這十個人當中 可是臥虎長龍 俊相哥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這十個人當中呢 有好幾個是塑溪的教練啊 也有好幾個是 救生隊當中的一個隊長 可是當天發生什麼事呢 當天飛龍瀑布的景非常非常美 結果突然間 南部已經三年沒有下大雨了 突然間最近因為封面過來 兩個小時下了152公里的一個雨量 消防隊馬上過來之後 架設了所謂的一個 開始搜救線完之後呢 第一個五個人先撤走 撤走完之後 下去的五個人 現在呢 一死四失蹤 但是呢 好多的消防說 怎麼會突然間 你們這幾個人 都已經是高手的 都是pro了 怎麼會遇到呢 他們說這種事情 真的是來不及反應喔 但現在的整個天氣的一個異況呢 我們再來看喔 河北的石家莊最近出大事了 現在我們台灣熱到35度對不對 居然石家莊下冰雹啊 那下冰雹下到那個什麼地度呢 下冰雹目前下下來呢 所有的農作物全部都被打壞 好多人說 我們家的雞 我們家的果樹 現在都剛要成長而已啊 全部都被打壞的那個冰雹 比雞蛋還大的冰雹 比拳頭還大 好多比拳頭還大 然後呢 有些人閃避不及喔 我們來看到 有一個女生我看到都覺得 替她擔心了 打到滿頭是雪啊 然後好多的男生呢 遇到這個狀況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個頭上一大包喔 我真的是感覺那個 完全好像被棍子打到 被石頭打到一般 然後那個所有的車輛 停在停車場的 統統都倒霉了 一個玻璃全部都破掉 好 我們再來看喔 這個是石家中 我們目前來看到河南 河南最近的氣溫溫差也非常非常大 天氣就怕突然間溫差拉大 為什麼呢 會狂風暴雨 這次河南呢 其實它的溫差只有10度而已喔 從30度聚降到20度 有一名女子呢 她在家中她就想說 哎呀 我的廚房該怎麼辦啊 鏡像哥她去推那個門喔 推的時候 推不開 然後就說 哎呀 我的廚房在外面 去推開出去 一看 哭了 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個 整個外面的窗戶 我家的窗戶呢 飛走了 第二個 他們家的抽油煙具跟灶台 我們主辦不是有灶台跟抽油煙機嗎 通通不見了 全部吹走了 太可怕 什麼樣的一個劇烈的天氣 居然吞掉了他們家的廚房 你現在看到的是河北 看到的是河南 很可怕了嗎 還有更劇烈的 看到往北走 內蒙 哇 這個沙塵包要吞掉多少的房子啊 沒有錯 我們再來看到內蒙 現在才5月而已喔 最近內蒙常常出現那種 滾滾巨型沙牆 這個巨型沙牆呢 看得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為什麼呢 整個這麼大的一個空間當中呢 完全都籠罩在整個黃色的一個沙牆當中 能見度只有150米 看到那個整個沙塵包過來啊 真的是有那種末日的一個感覺 但我們目前來看呢 最近呢 最恐怖的地方其實是在義大利喔 發生什麼事呢 G7在廣島開會 開會開到一半 義大利的總理梅諾尼呢 直接拿著手機 去給誰呢 去給馬克宏 跟吉他的首長說 哎呀不行了 我們義大利碰到了這麼大的雨 我一定要做專機趕快回去 所以他現在正在跟各國的領袖 在告訴他們說 義大利 我的義大利現在發生了什麼 什麼樣的天災 哎 所以人在G7 心裡想的是義大利 讓他心神不寧啊 沒有錯 這次義大利在整個東部 跟整個北部這一塊呢 突然間他就下了整個豪雨喔 那下了豪雨之後呢 這是百年的一個洪災 讓整個義大利現在是苦不堪言 其實我們台灣 我們自己也知道喔 每年的五月的時候 就是葡萄結騰 最重要的採收時間 結果呢 第一個 義大利目前是全世界 第二大的葡萄生產地 這些葡萄可是高價葡萄 這個未來要做葡萄酒的 結果俊香哥你看啊 幾萬公頃的葡萄田 通通都沒有了 目前他們那個產區叫做 艾麗麗影羅馬那大 他說 好多的農民說 我連逃命都來不及了 這個時候還顧到葡萄 所以敏寬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義大利的這個水曼各地葡萄園 富都泡到水裡去了 但我們要告訴大家 怎麼形容現在的義大利呢 就是水深而且火熱 來看到義大利 蠢蠢欲動的火山 在今天噴發了 沒有錯 義大利的整個艾特納火山呢 今天蹦的一下噴出來喔 那噴出來之後呢 所有的義大利人在想說 哎呀這個火我們去看到這個鏡頭 真可怕 它那個火噴出來之後 各位不要看這個岩漿喔 後面還會有所謂的一個氣塵 會往上噴流 那這個氣塵呢 可是不得了 為什麼呢 這個氣塵當中 包含了非常多特殊的金屬 跟礦物池在裡面 所以飛機不能飛 飛機如果飛出去引擎 碰到這個氣塵 會直接掉下去喔 那目前呢 看到這麼可怕的一個火山 上一次的噴發是在1992年 所以目前呢 義大利北部的部分的話 目前有水災 可是火山也在爆發 說到了火山的這個威脅 誰不怕 但是你看到義大利這個 已經夠讓人震撼了 接下來我們要帶大家到 中南美洲 接下來所有的重點 一座比一座更致命 都在最近開始動起來了 我們來看喔 墨西哥的人口大概是一億人左右 最近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 直接噴發出來喔 那這個噴發出來呢 讓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它是在整個墨西哥城的旁邊而已 所以是位在人口密集區 俊香哥你知道嗎 這座火山噴出來 它單單半徑一百公里 畫一個園住了多少人呢 住了兩千五百萬人 比台灣的人還要更多 所以呢有機場 兩座機場緊急都關閉 十萬個學生來突然間停課喔 但是居然呢 我們就說怎麼會有新人 這麼不信邪呢 他們火山噴發了呢 結果他們是樂隊帶著 神父帶著直接上山 要去辦婚禮啊 大家都為他們捏了一把冷汗 等一下火山在噴 隨時會把人吞掉 結果他們運是往正為急的火山 山上一路走上去 這不是很恐怖的事嗎 沒有錯 火山噴發當背景啊 沒有錯 這真的是讓大家非常想不懂 但最近的中南美洲 真的是很不平安喔 我們目前來看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呢 目前有一座火山 火風直接噴發出來 哇那個滾滾的一個洪流 往上噴啊 目前呢三角下總共有五個社區 一千多位民眾呢緊急都撤離了 原來呢最近發生什麼事呢 俊相哥 最近呢就如同你剛才所說的 最近就是豪雨加上火山 但這兩個加起來呢 這個可是完美的一個風暴 為什麼呢 那個速度快到喔 當局要趕快決定撤退或不撤退 為什麼呢 第一個水上面有淹水嘛 之前下雨嘛 水下來是不是速度很快 是 下來速度很快這只有水而已喔 可是火山當中呢 它有所謂的火山的熔岩 這個熔岩當中有石頭 而且溫度又非常非常高 所以呢之前我們來看喔 這座火山在2018年的時候 它曾經也噴發過喔 噴發的時候呢 他們那個村莊當中有215個人 連跑都來不及跑 直接整個村莊被淹掉 整個遭到滅村啦 這個是在瓜地馬拉這一塊 你現在看到的是 瓜地馬拉的這一座火山 哇這個簡直是怪獸 要吞掉整個小鎮 你說當時就是吞掉了 一兩百人215個人 在這個地方遭到了滅村 跑你都跑不贏他啊 沒有錯 因為他土石流 加上整個火山熔岩 這個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但沒有想到呢 這個案件完全就是複製貼上 我們來看哥倫比亞喔 哥倫比亞有一個魯伊斯火山呢 最近即將要噴發 當局連想都沒想 馬上撤火山口附近15公里的 所有的民眾通通都走 今天晚上呢我們會聽到 一座又一座非常致命的火山 這一座請大家仔細聽 剛剛開始而已 居然讓大家想到了那個 世界超完美的災難 會又再一次重來 最恐怖的是這一座啊 沒有錯1985年 就如同我們剛剛跟各位說的一樣 那個時候還在冬天 整個火山頂上面還是 矮矮白雪 突然間火山 砰一下爆開了 爆開完之後 第一個矮矮白雪直接融化 雪融化了變成水對不對 冰與火之歌 融在一起了 所以呢第一個 熱度融化了山頂的一個激雪環之後 火山岩跟泥流了順勢往下衝 速度快到不知道該怎麼辦 下面的人呢看到整個火山爆發 那時候還在觀望喔 想不到呢突然間整個村莊是五萬人喔 只有兩萬五千個人 有些受傷有些跑掉 居然有兩萬五千人以上 通通通都離難啦 所以收掉了兩萬五千人 換句話說那個滾滾岩漿 立刻融了冰雪 變成了泥流岩漿流 加速的往下 蓋掉了下面的所有城鎮 而且速度奇快啊 是連跑都來不及喔 但除了整個中南美洲之外呢 其實就在最近呢 全世界真的不平安 我們目前鏡頭一轉來到整個 俄羅斯的坎查加半島喔 最近俄羅斯坎查加半島呢 又有一座火山蹦的一下直接爆開 爆開完之後呢 它又出現了所謂的大地震喔 那這次的火山灰呢 噴超高 一往上噴 噴了二十公里高 所以呢所有的飛機馬上先停 停完之後呢只能等 你真的只能等 為什麼呢 第一個外面的空氣非常非常差 是 結果俊項哥 整個火山灰雲的 後面不是降下來了嗎 對 降下來之後呢 整整三個台灣大 十萬八千平方公里的裡面喔 包括了森林 包括了村莊 好像末日景象喔 超過整整二三十公分的火山灰 堆積在整個車上 堆積在整個屋頂當中 宛如是整個末日後的景象啊 那目前呢有 據傳當天呢有研究團隊 研究團隊呢 他們就本來要去做整個火山的一個考察喔 俊項哥慘了 突然間碰到火山的一個爆發 不知道該要怎麼辦 突然間火山過來了 他們所有的人第一個時間 躲 所以呢躲在哪邊呢 躲在這個雪橇車的下方啊 哇這個是亡命直擊耶 你看都一一一 全部都躲到了這個底盤下面 沒有錯 因為第一個我們先跟各位說喔 他整個火山爆發的時候 我們跟各位看喔 好刺激 我們看這個現場感覺是灰對不對 是 他下來有些是石頭啊 對 有些還是滾燙的那些所有的熔岩啊 炸都炸死人了 沒有錯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危險喔 所以呢後來這六個科學家呢 算他們的反應夠快 直接躲在車底 再來最後要給大家看到的是半島風雲 我們談的不是核戰 而是比核戰更迫切的 想都沒有想到 金正恩該擔心的是 這一座火山爆發啊 沒有錯 這個火山呢 在我們中國的說法叫長白山 他們北韓的說法叫白頭山 好多人都去看過 因為這個地方冬天真的非常非常美 但各位知道嗎 白頭山其實半島浩劫 可是會一百年一次的喔 公元946年的時候曾經大噴發一次 然後呢其實歷史學家跟地質學家 他們就有做過統計喔 過去一千年當中呢 大概一百年會爆發一次 但這次呢比較麻煩 為什麼呢 上一次爆發的時候 在民國14年 公元1925年 今年是2023 想一想 一百年快要來了耶 那每次呢 只要長白山白頭山一爆發 他有一個非常大的麻煩 他旁邊是所謂的人口密集區 所以呢就現在來說的話 全世界真的不平靜 各地的火山都在爆發 台灣已經長達三年九個月 沒有一個颱風登陸了 我們盯著馬娃颱風 能不能帶來足夠的雨水 他正在關島你看 他變成了關島20年來的最強颱風 就在今天 他再度增強為強烈颱風 而且重新開眼 他就算是來到台灣邊邊 甩尾北上不登陸 中午過後東部 開始就會慢慢有感了 而極端天氣也帶來極端的視角 我們給大家來看到的是 龍回來了嗎 什麼意思 你看了沒有那個紅色的圈圈 就是在中國大陸 遼寧引口市的一片水域 居然出現了深長五米的 不明生物在那裡翻滾 不要忘了 這個地方曾經被發生一條 類似角龍的巨型白骨 人家就說那不是龍 從天上掉下來呢 馬老師告訴我們 龍回來了嗎 看到關島 我只有一個想法 什麼想法 馬蛙 馬蛙 你不要來 是 他來會造成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 他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強烈颱風 對 颱風眼看得清清楚楚 是 而且 他衝擊沉迷 你知道 現在所有的氣象專家 都不敢說 他什麼時候會北轉 他北轉的時候會離颱風 對台灣多近 是 各位觀眾 關島有一個名稱 叫做不成的航空母艦 是 他從全關島最厲害的 甚至世界上最強壯之一的 安德森空軍機場 直接就從那邊登陸 北部 是 登陸整個橫掃關島 好 橫掃關島 各位看 來看影片 這是關島 我們現在看到還好 你知不知道現在浪高有多高嗎 多高 12公尺 嚇死人了 四層樓高 對 四層樓高 這才是現在狀況 它的那個風速 你問說 馬老師風速多少 對不起 不知道 這不出來 不是 風速劑被風吹斷了 是 它的外面的風速劑 你看這個很恐怖的一次 第一次被風吹斷掉 好 然後 那不要風速劑 它到底多強 看它 把貨車 吹成什麼樣子 你就知道了 好 大家來看 好 看沒有 這是個貨車喔 看到沒有 風來了 先倒了 不是先倒 飛起來了 是 哇塞 整個車飛起來了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對 各位 不用測速劑 專家募辜 這個最大風速 瞬間 超過280公里 哇 才能夠有這個威力 是 那你想想看 這個威力 如果登陸颱風 哇 那個會造成 非常大的災情 它是 強烈颱風 是 中度颱風 現在又強烈颱風 對 好 我要跟大家講 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美國尼米茲號航空母艦 離開日本橫須克母港 跑哪裏去 救援關島 救援關島 因為在直撲安德森美軍空軍基地而去了 不是 關島有17萬人 是 其中美軍有27000人 對 再加上眷屬 占關島的四分之一 它還有核潛艦 還有最厲害的世界上重型轟炸機 那還有美軍最重要的電站監測設備都在關島 所以是超前部署還是已經請求支援 請求支援 有這麼嚴重 所以 但是各位我們台灣一定要做好防台準備 是 關島已經是建築這麼好的 有航空軍去救它 我們台灣人自力自強 那可不可以插邊球就好 你不要登陸帶來雨水呢 我甚至不希望插邊球 我希望它高壓往這邊推一點 離遠一點直接北上 高壓一推它就直接北上 不要西北西北來到我們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真是希望老天爺幫忙 萬一老天爺不幫忙 大家做好防台準備 好 那除了這個強台馬蛙之外 來 我們看太北 太北你顯得不可思議 狂風暴雨 你看 這只是封面 這個是颱風吧 不是 封面 太可怕了 你看這封面有沒有比關島還厲害 我覺得這更可怕 這只是封面 結果 這麼厲害的封面 跟暴雨 就是我們前幾天 也有遇到這個封面 是 結果居然把整個運動場 它的運動場是沒牆的 最有屋頂的 對 啪 整個就推下來 倒了 開票 整個運動場 是 都拋了 整個拋下來 他們壓到人啊 當然 這是學校運動場 學校運動場 裡面學生正在做運動比賽 是 一挖開 目前已經找到七具屍體 老天哪 四個學生 兩個家長 一個工友 多可怕 找到十八個人受傷 現在救援跟挖掘 還正在進行之中 馬老師今天晚上呢 給大家看到 一段又一段的 從太北到剛剛的關島 那個天氣的形態 越來越劇烈 越來越極端 極端到什麼程度 都發生在這個國家 記不記得 也在我們今天當中 為大家講過 西班牙 它是 小麥 西班牙是 橄欖的故鄉 橄欖是最抗旱的 居然已經乾到 橄欖都要死翹翹了 沒有想到 世紀乾旱 之後 世紀水患都在這裡 這是藍歐 藍歐人真的在水火之中 什麼叫水火之中 我看西班牙面臨的 六十二年來 史上從來沒有的乾旱 是 我們藍歐人的感觸最深刻 乾旱到土地 滴水俱無 他們就說盼望 雨來啊雨來 水來 雨來了 雨一來 各位看 洪災啊 原來雨來之後 是變成這個樣子 六十二年最大的乾旱 一解除之後 居然是水流成河 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乾就乾的要死 對 水淹就致災的水患 所以這就是天氣 已經沒有微風細雨的日子了 他不給你喘氣啊 他不給你喘氣 而且我告訴你 當初乾旱到火燒山不斷發生 對 現在西班牙雨一來這樣子 然後再跟大家講一個 為什麼會積這麼多水 他土太乾了 居然有專家說 那土乾到雨來 他吸收不了 整個硬邦邦的 硬邦邦的 好 除了西班牙藍歐 還有一個義大利 各位看這是義大利 義大利 慘到什麼程度 他第一波才乾過去 先第二波 你看橋寧斷了 路斷橋斷看到沒有 整個橋橋在下面 這是第二波了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這地方居然是義大利 最有錢住的地方 有錢人區 富人區 羅馬列代區 羅馬列大區 你知道現在 有多少人無家可歸嗎 三萬六千戶無家可歸 怎麼這麼大的面積跟範圍 還沒完 你看他這樣水一煙 這個地方都是什麼 都是馬場 這個農場 這個稻谷場 現在全部柔長寸斷 他現在有五家 多家農場 不能夠對外通行 有三百零六處 三坡滑 你知道為什麼三坡會滑體 他一進了水之後 嘩就一直滑體 五百多條道路損壞 你看 現在義大利是一個柔長寸斷的國家 你看到沒有 每一個人都在水中逃生